搞错了 不管是哪个上师 如果他的法不是他的法 你修他的法就麻烦了 我们修的是佛法 知道吗 佛说的法 如果你离开这个原则 你修哪个上师的法 哪个法师的法 你可能就有极大的风险 再说他是一个出家人 怎么叫当时的佛神仙呢 他是神仙 神仙也没有解决轮回问题 你求神仙 你不求阿弥陀佛 你就求神仙去了 这不是颠倒吗 所以这些 你只要稍有点政治见的 都会有一个明确的这种判断 你是听佛的话 多看印光法师文抄 多好好念佛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不要去追求那些神通怪异的事情 就是有很多人追求神通怪异的东西 才有这些怪异的人出现 这叫何尝不作怪 居士不来拜 居士就是拜这些怪里怪气的 于是什么怪都出来 所以大家一定要追求 请问有的人也念佛 可是他照样吃鸡 鸭 鱼 肉 应怎样解决 好 首先 你不要把门槛设得太高 他刚刚学佛 他只要肯念佛 你就要赞叹他 赞叹他 你不能说 你念佛就不能吃这些东西 你吃这些东西就不能念佛 你不要搞得水果不相同 你只要他念佛 你是好 吃就让他先吃 因为他有吃了几十年的习惯 你不让他吃 不让他吃 他佛也不念了 那就麻烦了 你先让他念佛 只要他念佛 慢慢地念得相应了 他有信心了 交给阿弥陀佛的 阿弥陀佛就有办法 让他不吃 我是一个练过气功的学佛者 过气意常持佛号 但同修周天之法已成为生活习惯 每念佛之时 常不自觉地运转周天 此种观想是否为望见 如是又如何断去此种观想 再者我的弟弟有重病在身 我身之此为灭障属治 我以我的功之为捐之放生应经 他能得几份利益 你还是个出家人 你都已经出家了 难道对气功还不能放弃吗 什么小周天大冬天 大周天 任脉独脉打通什么 你这些还搞这些干什么 这不是还没有破除我直升界吗 你就是打通了周天又怎么样 你就能活的时间长一点 还不是轮转的众生吗 所以你修这些气功的 他的理论体系就是一个不正确的理论体系 都是一个身见的表现 所以我们佛法就要破除身见 我们要得到究竟的解脱 所以你千万现在不要再去观想这些运转周天 你要观想就观想佛的向好光明 实际上就是老实念佛 自念自听 念清楚听清楚 自神求往生 在你出家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当中 一定要延迟戒律 一定要深入经常 让更多的信众来对念佛法门产生信心 所以你作为出家人帮助你的弟弟 实际上用出家人的本分去帮助他 你好好的修行 好好的念佛 以你出家的功德回向你的弟弟 要知道一人出家九足升天了 九足升天 你只要修行成就了 你的家庭卷筑就能由你的出家修行功德得到利益 你要从这里下功夫 不是说你出点钱 出家人主要以法布施为主 你能出什么钱呢 这样就会好 平时我们把没有 没得到 没达到目的 以及一切不切实际的想法 都可以叫做空 那么佛法所说的空 具体应该怎样理解呢 是指事物的多变性吗 是指万法唯心造吗 世间人把什么得不到的东西 不结实际说空 这是一个世俗的说法 跟佛法的真理毫无相干 我们主法的实相真理就是空 他的空是怎么理解呢 我上午实际上说了这个问题 一些主法 无论是心法还是社法 它都是源起的 各种条件 用现在法来说 就是各种条件 聚在一起的产物 那不仅是这个源起 源起的东西是空的 就是那个源起的要素 它也是源起的 所以你归到最后 没有一个实体可言 这一点对我们中国大陆的 这个众生来说 可能是觉得认知上有很大的障碍 很大的挑战 因为我们从小被灌输的一种观念 是唯物主义 是认为有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世界 那么这个观点可以说跟现代的自然科学跟圣人所证到的这个法界的证明是不相应的 这个任何物质世界没有它的客观性 它都是源起法 既然是源起法就是空的 所以要在主法的真实的这个本体上我们认证空的真理 但这个空不是断裂空不是顽空不是断裂空 它是包含着有的空 一切有正因为有空才会原生宇宙万有的现象 所以呢有万有的现象 它当体即空 所以了解空有不傲 空有一如中道的证件 商遮商照两边 承认空和有都存在 又能够商遮两边非空非有 实际上空和有都是我们凡复认知外界的一个名相符号 我们说离试句 我们离不开试句 一个是空 一个是有 一句是有 一个一句是既空既有 一句是非空非有 但是在了解主法的实际上是离开这试句的 你说他有也不对 你说他空也不对 你说他就断灭空他也不对 所以离试句绝白非 这不是我们的语言所能把握 所能全息的 所以只能用我们有限的语言 来勉强描述那个主法的本质象状 就是空 但是又不要执着这个空 空中生有空有国啊 真空妙有才是我们这个佛法身相 空是不动的 假语是多变的 是无常的 因为他是等待条件才有 当然条件不具备 他也就没有 这叫此有故彼有 此无故彼无的 相待法都是无常的 绝待的才是不动的 永恒的 永恒的 现在有人说地质规就是佛的戒律 不学地质规的话 往生净土就会落空 还说把地质规和佛教戒律 放在天平上去 两边一样重 请教法师 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我等净土学人应当怎样对待 哎呀 真是现在奇谈怪论太多了 弘扬地质规也是一件好现象 由于我们中国大陆 长期以来对传统文化的边缘化 使得这些小孩子 不知道孝顺父母 不知道傻少应对起码的行为规范 学学是有好处 但是不能把话说过头了 地质规就是对世间的青少年的一种行为规范 你不能等同于佛的戒律 完全不能画等号 画等号你是对佛的戒律的极大的故障 为什么 佛陀自戒为什么 有一个最核心的观念 就是道宣律史讲的 为道自戒 佛无论自五戒 还是出家人的沙弥石戒 比丘比丘比丘尼戒 乃至于菩萨的这种千佛大戒 都是为了解脱法 为了求证无上正等正觉 来制作的戒律 这叫为道自戒 不求世俘 不求人间的福德 要了解这样的本法 所以佛的戒律 佛大精神 开则瓷范 唯有佛才能制定 也只有佛事现在这个世间 我们才有因缘 天文道佛陀的戒律 不是世间的圣人 所能够制作的出来的 指向的是出世间法 那么弟子规 它是世间的善法 世间的行为规范 它不是指向出世间法的 不是指向大报 这是起码的一份别 所以你把弟子规和佛教戒律 放在天平上 它完全是不能等同的 怎么会两边一样重呢 不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说不学弟子规 往生进度就会落空 这更是无济之谈 往生进度不在意读不读弟子规 往生进度完全就在意具足 是不是具足信愿称明 往生进度的条件 唯有信愿称明 不加任何复加的条件 没有学过弟子规的人 只要具足信愿 是人绝对往生 如果把弟子规学得难熟 他不具足信愿 照样不能往生 所以弟子规跟往生 现在弘扬弟子规的朋友们 也经常宣扬二十四孝 可是我听说里面有个过具的 为了孝养母亲却要活埋 坑杀自己的亲生儿子 难道这也算孝道吗 尤其是现代一些佛教徒 亦把这个二十四孝推崇被制 是否应当辩证看待 请法师开始 二十四孝 是我们中国传统国学当中的 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 这个先行以来 我们中国的圣人都强调 以道治天下 具体体现在孝经 孝经有一千七百九十九个字 在十三经当中是最短的一部经 但是这部经 缺有五百多家的注解 而且唯一的有一位皇帝 唐玄宗为孝经做注解 可见我们中国社会是多么重视孝道 一百这一千多个字 主要是在理论上产识孝道的 孝通神明 天之经地之义 这样的道路 然后道路 这个元代 二十四孝是元代出现的 那么这个用个案的形式 更多用出形象 情感来配合孝经 来传播孝道文化 应该说这五二十四孝 是我们传统启蒙教育的 一部重要的书 基本上家家都有孝经 每个小孩子都会读过二十四孝 那么从疑顺 疑顺的孝道 真子的孝道 一直二十四个 其中有个国具埋子 国具埋子这个孝的个案 可能站在现代人的观念 觉得不可理解 在饥荒年代 家里粮食不够 只能供养一两个人 所以在这个选择当中 必须要有一两个退出 这个国具是一个孝子 他就选择了他的小孩退出 要让校养 让他的母亲活下去 这里他是一个二男选择 如果有粮食 不存在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粮食只够一个人吃 但是有两个人 你选择谁活下来 谁不活下来 是这样一个严峻的选择 在这样的一个选择当中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的评判 放在当时的背景当中去看 不能放在现在来看 放在当时的背景当中来看 第一 对父母的孝是至高无上的 甚至在法律上不孝都要判极刑了 而且整个的社会认为孝道 他就是人最崇高的一种道德 那么我们深圳主的想国具 他是个孝子 在面临着儿子和母亲 只有养活一个人的情况下 他选择母亲 是可以理解 因为一般的在传统社会 它不是人人价值平等的观念 一般在传统社会以后观念 妻子和小孩说一自己的东西 所以妻子和小孩可以归属于自己 实际上家长是有权利处理 妻子和小孩的问题的 所以这个过去 他就想到小孩是归属自己的 所以他一定是牺牲自己 来保全他的问题 所以他我是感觉到 他选择这个买子 放弃他的儿子 是他存孝心的 法尔自然的一种选择 他不可能有第二个选择 但是正因为他存孝之心 为什么孝感神明 他一挖坑的时候 竟然挖到了一箱金子 一坛金子 这样他的儿子也不需要死了 他的儿子也保全 这可不是一件很美丽的 一个孝道文化的个案吗 我们为什么要反对 我看到是觉得很感动 所以你不要以为他是迷信 不能用现在我们现在的观念来看待他 在学佛前 我们在这个时代 物浊是内心有很多的烦恼 再加上学佛之间知见不对 人生观价值观出了问题 所以住这样那样的措施 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你学佛之后 有一个正确的坐标 知道哪是善的哪是恶的 对原来伤害过自己家人的措施 坏事要痛加忏悟 在谷去做 你一念回心之后 你就好好的念阿弥陀佛 你重新改过自心 各心洗念 重新做人 那么不仅佛会宽讯你 站过来 我想你的老公 你的家人也会宽容你 所以你不要有过多的内疚 小孩是不是听话 这跟你的心和行为有关系 实际上这个小孩 也是你心性变现出来的 你心变好的 你行为变好的 你能够为小孩做一个好的榜样 那你的小孩也慢慢会变好的 所以你要好好的 卢法的学佛就好 请教师父 不肃灾 不肃灾 能念诵 能念咒 还能念咒 能念咒吗 就是说你没有吃素 是不是念能念咒 是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学佛 那么学佛尽量是做到吃素 但是也不是说你刚书学佛一定要吃素 慢慢来 只要你能够念佛持咒 这是主流 那么等通过颂咒 念佛显发了善根 自然而然的就会走向吃素的道路 重要的还是你能够信佛念佛持咒 吃素不吃素 可以暂时保持你原来的生活习惯 有时候我们修行不得力 有障碍 足事不顺 是因为我们的生生世世 冤亲在主和我们的祖先来找麻烦 就有的人主张做超拔 那么做超拔到底可不可以 管不管用 还有什么方法比超拔更好的呢 请开始 首先这个有冤情在主 乃至无量的冤情在主 这都是正常的 那么我们怎么对待这些 地劫的冤情在主 实际上还是要我们 我们当下这一念心 好好地去念佛 把我们这个念佛的功德 给冤情在主去回向 那这个冤情在主 能不能管用 这取决于你念佛的真诚程度 你真的 这个念佛 这个跟阿弥陀佛的愿力感念道交了 你的心性亲近到具有很大的力量了 这时候是能管用的 就由你有大的力量很亲近 冤情在主自然会找你来帮忙 这不是来找你麻烦的 真正你念佛 冤情在主也不可能找上你的麻烦 由于有阿弥陀佛的光明愿力 给我们一道保护墙 保护王 但是这里面 仍然你要把思维的重心 放在自己这一面 我自己一定要今生念佛 承办往生之事 要解决这个度超拔 深圣事实 冤情在主的目标 目的 更要求往生 如果我们不能往生 在这个世间以凡夫的身份 我们是虽然有这个好心 发了这个愿 是做不到超拔他们的 因为你自己都没超拔自己 你自己都不会游泳 你自己都是梦中之人 你怎么能够让他醒梦呢 所以自己要醒梦 自己要有福的智慧 要得无神乏人 才有能力来救度历劫的缘情在主 你把这个主次关系 把它摆好 感恩你并随行你弘法立身的功德 有一个问题 大家并没有完全明了 请你慈悲开示 一 带业能不能往生 二 带旧业不能带新业 旧业只在学佛之前所造的业 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我想稍微读净土经论和祖师的著作 这个对于往生是不是可以带业问题 应该都不明了 不应该不明了 净土法门的特点就是带业 通图的佛法 八万事前法门 它都要消业 就是要断建或施或断建 你才出三界的轮回 断成杀或无名或断建 才能出便利身世 唯有净土业法 你一品烦恼都灭断 就是以你的信任称名 感通弥陀的愿力 就能够横抄 所有的念度能带 就是五尼十恶的即将要下阿比地狱的念 你只要自成念佛 生大残悔 大部位念佛 也能蒙阿弥陀佛的悲怨往生 而且在带业方面 你不要去分什么旧业新业 旧业不能可以带来 新业也可以带来 你不能说 你学佛之前造的也是旧业 学佛之后 你就一点业都不造 你有这个水平吗 原来不学佛之前 由于不信因果 没有畏惧感 造的你可能更多 那么学佛之后 可能有点畏惧心 有点深信因果 但仍然由于我们的习气众 还是会造这样那样的捏 包括我们的念头 举心动念 念头就是捏 你想一想 你一天到晚打什么念头 大多数都是污染的念头 都是贪症吃骂仪的念头 这可不是捏吗 如果这个念不能带的话 那阿弥陀佛的愿力 就有不完满的地方了 阿弥陀佛连地狱的众生 都能够让他走 难道我们造点 不至于五逆十恶的念头 还不能走吗 所以你只要深信其愿争明 旧耶能带 新耶也可以带 但是这话要说得圆满一点 不能由于这个话 哦那我这样我就感应 那造业就没有关系 我一天到晚杀到一望九都去造 这也不行 敬业行人还要老老实实的奉行敬业三福 孝顺奉母 奉使师长 慈行菩萨就慈善业 三规五界 发菩提心 深陷因果 这些都要去做 这是事项上我们尽量奉行敬业三福 在礼上要彻底的相信阿弥陀佛 平等救度一切众生 具有大的威神愿能 这样就礼和事都把它圆融起来 好 佛于金刚般若不露蜜金中 告须菩提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若见足相非相即见如来 请问 见足相非相应如何解 凡所有相相是一些原生法属生旗的一种现象 或者一种假象 他现象的相都是缘起的 既然缘起的他是不真实的 他自信本空的 所以就给他一个虚妄 所以就给他一个虚妄 法界的理体 它是无相的 但无相又无不相 你振造了无相的实相的本体 无不相 那个无不相 佛的实相无不相是亲近的 那么我们凡夫的这个相 是由我们的共也 或者别也感召的这种孽力之相 他也是虚妄 虚妄的 由于我们这个照孽的心就是虚妄的 感召的相当然是虚妄 所以先了解这一点 一切法的虚妄性 那透过这个足相 足相所有的身模万象 你不被他所迷惑 凡夫众生就看到这些相 男相 女相 一相 异相 这些 就认为他是真实的 这是一个最大的错觉 所以要看到这些相的本体 他是空的 这就是非相 你能见到这个缘起的幻象下的 本体的空相 就见到卢来 卢来就是真卢法界的离体 真卢 见到他事无的本体的真相 这就若见足相 飞相 即见卢来 卢来的表示是从心理上表述 佛是从他悲怨硬化的相上来表述 所以讲佛 佛就有三十而相八十随性好 这个成卢是道而来 臣服 所以我们看一切相 都要以这个原则 这就来扫荡 金刚般若 一切抵达他的事情的真相 一切相都是幻象 一切相都是非相 见到非相的当下 就见到那个实相的离体 卢来 谢谢 我是一个虔诚的信佛 以皈依 没受戒的俗家弟子 我的家里经常来很多的先界众生 还有许多的敏戒众生 和有灵性的生命 我现在在十灾日 让他们跟我在佛堂 一起听经文法 一起诵地藏经 请诸佛菩萨加持他们 把诵经功德回向给法界 回向给他们 请诸佛菩萨农天赴法 接引他们到西方极乐世界 让他们修大乘 这样做是否正确 虽然你这个心是好的 但是你这种想法和做法 并不恰当 你怎么就知道 你家里来了很多的先界的敏戒的 灵性的众生呢 你是看到了 还是听到了 这些很多都是你琢磨出来的 是妄想出来的 你想多了 还真的可能出问题了 那你再琢磨这些敏戒来的 是不是会找我的麻烦 我该怎么办 虽然你想跟他一块去听经 他能听得懂吗 你放个录音带 在那里听经 你跟那个敏戒的众生 都是不同的时空态 不同的孽力 你能听到的声音 听出的意思 敏戒众生能听得到吗 完全不是一块去的 现在很多人说 我要给敏戒的杜敏戒众生 天天给他放瓷戴 听经 你怎么可能呢 你就世间的一只狗 它能听懂你的语言吗 你能听懂鸟的语言吗 各有各的语言系统 就是人到里面 你都听不懂那些外语 甚至一个国家里面的方言 你也听不懂 各有各的语言系统 所以这些都是你自己一厢情愿的好语 没有佛才有一音说法 众生随理得解的神通妙力 一切凡夫 他的声音没有这种穿透力 没有这种让其他种类的众生 能听懂的能力 你知道不知道这个问题 所以对于你一个已经虽然虔诚 归一的弟子 你最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 关注自己 先求自利 自利是什么 先解决往生的问题 先解决你自己的福的智慧问题 你自己修行都没有功夫 你怎么能救度那么多敏界的仙界的众生 这些众生都比你有能力 你能救度他们吗 所以还是老实念佛 求生西方结合世界 你要思维 你在念佛的当下 阿弥陀佛在加持我们 释迦摩尼佛在加提我们 十方诸佛在富佑我们 我们现在是要接受富佑的时候 不是说你要主动去斗众生的时候 现在还不是那个阶段 两种回向里面 先成就往向回向 往向前往西方极乐世界的一种事情 等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再去做还向回向 还向就还来这个世间度众生 这时候才可以有你这样的发心 我要度仙界的众生 度敏界的众生 但是现在你为时过早 你为时过早 你去做这个事情 不仅没有度这些先界敏界众生 可能把你自己都搭进去了 搞得你自己昏陶昏老 甚至出问题了 所以这是不可取的 有三个问题 公请开始 一 放生很重要吗 你借了二十多万钱 为了放生三十多头 你为什么 当今学佛人平时延迟戒律 对临终往生很关键吗 第三 因怎样对待学佛人之间的是非你我 如何搞好团结 放生是我们大胜佛法传达慈悲精神 慈悲平等精神的一种很好的方式 尤其在中国大陆 尤其在中国大陆 长期以来都认为以人为中心 对一般的动物没有平等的保护的观念 所以滥杀 滥补成了一个普遍现象 大家都喜欢吃这些东西 造就了很多的杀意 所以第一碗狂澜 就是要多去放生 听说秦皇岛放生都很踊跃 说明我们信众善根深厚 沿海地区的众生喜欢吃海鲜 养殖业各方面很多 这些都是造下了很大的杀意 以后都会有果报的 所以我们沿海地区的佛地址 为了消弭这些众生造下的杀意 我们要做这方面的事情 那么我们东宁市也有一个慈善放生 这个慈善复生会 东宁复生会 专民从事放生的工作 不仅在我们九江南长一带 甚至我们也会在全国各地去推动 只要有园的地方 我们都会合作 前不久我们复生会也来到秦皇岛 跟大家一块放生 我们复生会每年放生都要达到几百万 那么前不久我们复生会的新开师过来了 他说最后他把钱都放完了 说还碰到了三十多头牛 怎么办 怎么办已经答应了 这些牛也很 牛是人类的朋友 他对人做了大力 古人都不忍心去宰杀根牛的 有一颗后道之心 所以我们就决定把这个牛一定要救下来 虽然复生会的钱已经用完了 我们在基金会其他部门 也就先挪用了一些钱来做这项工作 其目的就是要让世人警醒 要像对待多生多结的父母一样 对待一些动物 佛教传达的精心动活的信息 这些猪 牛 马 羊 鸡 鸭 都是我们多生多结的父母 我们对他们孝顺都来不及 怎么敢去杀他 怎么敢去吃他的肉 你吃他的肉 以后这些动物就会吃我们的肉 半斤 碗 拔凉 吃毫不爽 所以这个杀身也是导致战争 屠杀的一个根源 所以消弭战争 维护世界和平 就从我们戒杀放生开始 学佛人要延迟战争 这对于与阿弥陀佛感言道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阿弥陀佛从他大慈悲大智慧大威德大不可思议层面说五里十个罪都能救 这是在佛的层面建立的 我们要感恩 但从我们这边来建立 我们要有什么心态 我们要延迟战争 由于阿弥陀佛因地做菩萨的时候 他就是延迟战争的 他甚至连欲想 趁想 脑海之想 念头都没有 父侍 身口一三叶清净 能广修六度万分 所以这些六字弘明 就是他慈戒清净的捷径 所以我们也慈戒有相应的清净 就能跟这个名号的功德感应道教更好 然后我们慈戒能够增强我们的信愿 慈戒能够提升我们往生的品位 所以一个敬业型人一定要有慈戒意识 学佛人的人物是非 实际上可能很多佛教的寺院机构都程度不同的存在 这也是末法众生的一个特点 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 这是非来自什么 实际上就是来自于我之 你有你的想法 我有我的主意 我的见解对 你的见解不对 各有各的刚强难化的性格 我就要这么干 就不能那样干 大家就碰在地就碰火了 如果再加上还有贪嗔痴 还有贪心 想在这个佛教团体里面捞点好处 有贪心 他就会为了利益搞利益集团 解放 解放营私 这就搞得更复杂 你一派 我一派 所以真的是佛门为什么不清净 也就是由于我们不清净的这些信众 侍众弟子酿成的 于是就斗争兼顾 不谈的就是斗争兼顾 所以败坏佛教的形象 自己本来想在佛门里面 去修点福德智慧 反而造下了无边的恶业 这是很可悲鸣的事情 所以我们学货人之间 一定要无我 实际上随缘 你在这个机构当中能做什么事 有缘分你就做 没有缘分碰到斗争坚固 自己就退下来 让他能去做 没问题 那么你既然要做佛教的事 也就要以一副功德性去做 这是一份很好的机会 我只要利益佛教 利益众生的事情 比如像这次法会 能够利益这么多众生 我想请问到佛教协会 很多的这个从比丘到居士 费了很大的力气 这里面默默无闻的 做了大量的工作 这就是在基因德 祝福欢喜 隆天拥戴 众生也感恩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 一定要精神团结 我们组成生团 有个六合境的原则 实际上在任何佛教机构 都应该要六合境 要和谐 要恭敬 要无我 要大功无师 做到无真三昧 人我自己和他人 水炉交流 在这个过程当中 去奉行普贤菩萨的恒胜众生 恒胜众生就是破我之的 极好的方法 你恒胜一些众生 不要让众生来恒胜自己 你这个可能就比较团结 如果相互不团结 相互斗争坚固 相互人我 是会很自胜 那么双方都有责任 都要生惭愧心 都要内心 忏悔 实际上能不能住好 能不能随夺交流 跟念佛的功夫相关 你念佛的功夫越好 身心就会柔和 随夺就会交流 人就会恭敬他人 他人都是菩萨 唯有自己是凡夫 悲以字幕 他就好了 所以这一点 我也由衷地希望 我们请王导佛教协会 以及我们各个寺院居士团体 能够精神团结 水鲁交融 共服法院 好 许多居士认为 修忍怒最难 请开示 如何修 效果最好 是啊 确实难了 因为一般的人都是忍不掉的 一定是以牙还牙 以血还血 以暴抗暴 你打我一拳 我一定要还你两拳 你打我两拳 我一定要踢你三脚 你踢我三脚 我一定要打你 你打我了 我拳 你打我了 感谢观看